HELLO 大家好 我是S 今天又是個觀光客踩點的行程 所以第一站先是扭車水 突然看到這個標示 覺得有點奇妙 禁止攜帶榴槤 從牛車水的A出口出來 可以接到最熱鬧的寶塔街 牛車水是新加坡的唐人街 牛車水名指的由來是當時沒有自來水 牛車運水的情景非常普遍 變成為牛車水 這時間點吃午餐好像有點太早 這邊還蠻多紀念品 這家大部分是五個十塊錢 我發現這邊販售的商品還蠻雜的 像對面那個是南洋風的T恤 然後這個就比較素一點 五四塊十二塊十塊的 然後這家都是一元的是一元店嗎? 認真學啊小朋友 一樣在牛車水商圈的這邊有一家南洋老咖啡 扣優點殼來嘗試一下 本來還要加點一個斑南蛋糕 但他說沒有了 所以點了個幾年 二樓是咖啡博物館也是用餐具 這裡收藏了許多曝古的物品跟漫畫 那大家有空也可以上去看看 佛牙寺在邁什威首食中心的對面 以紅色為主 白色牆面點綴的建築 供奉著釋迦摩尼的伊牙設立 它也是佛教廟宇國務館 參觀勤酌何以一路 這是個尊重的問題 接著來到邁什威首食中心 我們來找必比登上面推薦的天天海南雞飯 我來的時間點有點尷尬 剛好遇到上班族的午餐時間 所以人炸腿 早位子加上排隊大概三、四十分鐘吧 這排隊排到戶外是不是有點誇張 可能期待值過高 所以當入口的時候覺得好像有一點落差 它的肌肉是滑嫩不柴 但餐點就是感覺好像少了點什麼 沒有特別驚豔的感覺 接著來到了濱海灣金沙著冷氣 因為外面實在太熱了 真的是受不了 這是威尼斯共多拉川的概念 下面這條河的感覺很像澳門的威尼斯 不過這裡的空間比較明亮 跟寬敞 看過星尿章儀的瀑布漩渦之後 就覺得這個好像沒有特別的厲害 室外的位置都滿了 只有室內的 也剛好在裡面看了一場奧K的戲 也不錯 可能我比較慫 我覺得星巴克的行兵樂比較好 到邊台灣花園 我會建議網路上先購票 順便買接駁車票 接駁車票是三塊錢 如果你想要走過去 或者享受那種流汗的感覺的話 也是可以的 我這個人就是懶 我就懶 所以我坐車 抵達了這裡有兩個溫室 一個是Florida Dome 一個是Croud Forest 而Super Tree是在戶外 是今天的最後一站 一進門就可以看到 高達35尺的室內人造瀑布 今天怎麼這麼多人啊 怎麼回事啊 在這巨大樹從最上方有空中布島 等一下往裡面走呢 有電梯可以遲達瀑布頂端 可以俯視整個花園全景 整個直接幫我洗頭又洗澡啊 整個降溫小水氣 我旁邊那個小姐都不動的 又感覺到水在噴嗎 地面因為水氣整個都濕濕的 今天是屏幕 為什麼這麼多人啊 我一直有個問號 今天我發現 怎麼那麼多男的很愛拍照 而且是瘋狂的拍 不是只有自拍的 我覺得有點誇張 接著怕喬得我上了空中布島 整個就是腳花斗 不是真的怕高的感覺 而是怕不穩定 我怕我突然摔下去 會不會想太多 快點 灘iese 看到一堆人往裡面走 我會跟著走進來 這是什麼匪夷所思的場景 著火的人嗎 早火還這麼快樂 看不懂 掰掰 這隻是什麼 知道的人可以回答一下 承襲T-LOVE的劇情投影技術 這裡是一個可以跟遊客互動的一個 算是遊戲吧 然後一直有小孩在那裡衝來衝去 這要是我小時候我早就被我媽走了 場景總覺得似曾相識 應該是 霍果山水煉洞美猴王齊天達成孫悟空 這些奇怪的生物故偶 銷量好嗎 Frawler Dome是植物能飾 氣候模擬地中海牙熱帶的環境 溫室內分成九大區域 室內溫度在二十三到二十五之間 所以當我從外面走進來 我突然覺得 哇好涼喔 這三個是什麼意思啊 我覺得有點可怕 這裡如果外甥來應該會很開心 他很喜歡大自然類的 常常會幫我上課 那小小年紀他講什麼 老實說我不懂耶 我也不曉得他去哪裡知道這些知識 最後我們要前往的地方是 Super Tree 叫晴天樹或是天空樹 是不用門票免費的 這個就是在戶外的沒有冷氣 以森林巨木為概念 用人工打造的太陽能環保樹 高度二十五到五十公尺不等 不僅可以收集雨水 充當溫室的通風管道 還能利用太陽能發電 可以攻擊旁邊的溫室使用 真的想不到有這麼多的功能在裡面 Super Tree在晚上的七點次數分 及八點次數分 各有一場免費的聲光秀 如果時間允許的話 我會建議留下來觀看 都來到這裡了 卻沒有觀看有種美中不足的感覺 天色漸漸暗下來了 越來越多人往這邊移動 大家都很自然的隨地而坐 或是躺著 感覺很放鬆 接下來我們一起觀賞這場聲光秀吧 這是第一次快到了 達爾heres 二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